老版本新鲜玩意就是多啊 这都没见过这祭坛 旁边这怪长得跟那个烟浆怪似的 哎呦我的妈呀 什么鬼这是啊 好丑哦 你长得好丑 嘿嘿 我直接飞上去 我干脆有啥 紫水晶啊 这里边肯定不只是紫水晶 这首先这都不是紫水晶 这叫超级海绵 可能有用啊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要回去 直接我就想回去 你们这又没什么东西 这堆怪物在这守什么呢 我都服了 来来来来 我们继续开我们的心理方块 懒得搭理他们 哎呦 哎呦 这是什么呀 搞版本为什么 还有这么大的猪啊 他叫什么 游猪兽是吧 好好好 算你厉害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我们这有的是方块 我非得带你那开呀 来 来 来 哇 1.20已经可以出售附魔金苹果了 我记得再往前一个版本 1.19是不让的 附魔金苹果是没有价格的 可能那时候挡家交换 还没有同步过来 还没有把这些东西都给他 嗯 兼容上 现在可以玩了 非常好 高版本 有点香了啊 嘿嘿 女巫咱就不打 这什么 哇 你看这方块 哇 他的祭坛真的是五花八门 他这种棒棒糖事的 打开 我不信 我不相信这里边会有空箱 当然他真的是空的 而且左下角什么的 也没有提示说 哎 多少多少秒以后他就不空 他就是纯空箱的 兄弟们 咱们这回来这里 刚才不是在这嘎的吧 只要不是在这嘎的就行 啊 爆炸 前面有一个冒火的 这个别再爆炸 这爆炸的话 把方块炸掉的话 我们的画面会直接掉针 然后就开始卡顿 求你了别炸 这什么 猫 猫还行啊 猫还行 完了 我感觉我们的电脑要开始卡了 果然 快跑 这里马上就要卡 马上就要掉针 直接跑 如果兄弟们看直播横卡 可以试试抖音电脑版 大屏幕看各大主播 高清游戏直播 画面更清晰 网友互动 弹幕互动更流畅 小窗工模式 工作娱乐 两不误 还能免费设置 高清的 颜值主播 专属动态壁纸 快用你的电脑 下载抖音电脑版吧 野外我发现最多的 就是这个爱心方块啊 然后他能开出的道具 虽然种类很多 但我还是希望能遇到点 没见过的 其他的新的方块 这好像没见过 这怎么也是爱心呢 掉了把铲子 效率100 但是EMC值才30多 直接扔了 这相当于没有嘛 这个也是冒火 看一下 兄弟们 有黄石的房子 就这 就这 你还想打我 后边还有一个 鐵塊是好東西 挖了 上面好像有別的怪 箱子 不死途中鑽石甲 還有這個,鋰匙粉,蘋果 鐵斧 Nice 剛才有個怪在我旁邊繞好像打到我了 鑽石我也拿到可以做鑽石膏了 轉化桌的材料也算是有了 這運氣也是挺好的 這房塊應該是新的吧 什麼?又是一個沒見過的祭壇 全是銅礦嗎? 但我要這麼多銅在上,哎等等 萬一銅很值錢 新版本道具的,看一下 這沒有燒出來之後呢 還行吧,一個銅定128 這個至少比煤炭值 寶花,鑽上 咱們把鐵鎬賣掉 那不對,是扔掉 直接扔掉 再做一把鑽石膏 也該給自己蓋個好宅了 咱們都第二級了 還沒加呢能行嗎? 海邊,遇到新的方塊了 開,什麼 不是哥們這麼多幻翼啊 我的剛第幾天啊 你搞事呢 怎麼回事啊 和平的話幻翼應該就會飛走了 這箱子裡可能會有道具 我建議是開箱 好吧 他根本就沒有 高版本會有幻翼啊